1960年11月5日 一枚长17米 直径1米的导弹 静静地矗立在西北戈壁的发射基地 上午9点 随着现场总指挥的一声号令 导弹腾空而起 一飞冲天 在飞行了7分37秒之后 准确击中了554公里外的目标 它就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 进程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 也被称为中国蒸汽弹 为东风一号导弹造天线 是陈静雄成为航天人之后 接到的第一项重大任务 为了保密导弹研制工作 有个代号叫1059 上世纪50年代 面对外国的核讹诈 中央决心大力发展国防事业 而1059正是以苏联P-2导弹为原型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仿制的第一代国产导弹 当时二分院刚刚成立 不仅缺乏图书资料 仪器设备 很多技术人员对导弹控制系统的知识 掌握的也并不多 1957年底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 陈静雄他们从研究设计图纸着手 不分昼夜的刻苦钻研 迅速展开了1059导弹天线的防制工作 老五元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白天黑夜夜里 全是灯火通明的 这里就叫做绿灯火 到了1960年 随着苏联专家撤离 一切就只能靠自己研制了 面对这种情况 陈静雄勇于打破苏联专家的理论限定 开创性地提出了 Maxwell方程直接求解法 解决了高速飞行器天线绕射 这个导弹天线研制中的关键问题 终于为东风这支长剑装上了眼睛 如今在陈静雄的家里 依然珍藏着很多 关于Maxwell方程 直接求解法的演算手稿 虽然纸张已经泛黄 但是每一页都承载着 中国航天人自强创新的精神 而1059导弹的防制工作 也是一次圆满的技术革新 为中国航天视野 培养了一支能争善战的队伍 在1059导弹研制的同时 一项代号543的神秘工程 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当时正值我国两大一星研制的高潮时期 美国U-2高空侦察飞机 频繁进入中国领空刺探军事情报 为了保卫国土安全 543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防制工作 也进入了关键阶段 而这枚导弹就是后来的同期一号 与空空导弹不同 低空导弹武器系统的核心之一 就是制导雷达站 低空导弹升空后 需要跟随制导雷达 向目标发出的高功率电磁波的指引 对空中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而543制导弹的防制工作 从1958年一直进行到了1965年 长达7年 异常艰苦 特别是在最后关头 制导弹对接试验时 天线系统误差总是超差 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打靶的准确性 使导弹命中率大大降低 就在这个时刻 陈敬雄接到了钱学森的寿命 零下任务的陈敬雄 紧急组建公关小组 直奔西安的天线生产企业 通过夜以继日的观察分析 陈敬雄找到了 天线电机性能误差和频率关联 这个关键的突破口 一定有部位在天线工作时 产生了二次反射 只要找到它 天线系统误差超差的问题 就能迎刃而解 为了找到发生二次反射的部位 陈敬雄他们在距离市区几十千米外 郊野小山上的露天试验场 一干就是半年多 直到1966年1月的深夜 陈敬雄接到了一个电话 从1965年到1967年 使用543支导天线改进方案的红旗系列导弹 多次将侵犯我国领空的U2高空侦察机 乘风击落 随后美国承诺停止U2飞机在华侦察 曾经不可一世的黑猫中队 也彻底解散了 六十载光阴与航天为伴 1954年 陈敬雄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他说 要向中国富强起来 一定要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前提 我希望尽快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2年9月1号 陈敬雄又向组织递交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申请书 他写道 我决心为祖国国防事业献出我的全部尽力 我一定能做到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我绝不计较军衔级别 除了搞科研 陈敬雄还首创了导师代徒和青年人才培养方法 并在二院全院推广 退居二线以后 陈敬雄依旧是后辈的铺路石和领路人 陈敬雄曾这样说 把这一生献给大 把我最深爱的航天留给他们 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